音樂 我覺得就是跟平常在我們球隊做的不太一樣 有點激烈 就是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蠻多就是延展度要比較大的 然後很多就是小肌群的地方會用力 就是很累 然後爆汗這樣比練球還累 它是全身性的 所以就是協調的部分吧 然後延展性 我是覺得他們就是可能上班族有時候如果 空閒的時間是可以在這邊做一些體驗 然後讓自己除了上班以外 做運動也會身體比較健康一點 我覺得就是這個訓練 對大家來說就是蠻有用的 就是不管是去跑步還是做核心 這個訓練就是很特別的訓練 就是TRS嘛 就是比較外面做不到的 就是全身性吧 然後核心也蠻多的 因為就是球員需要核心也就是比較多 倒立那個吧 因為平常籃球員不可能就這樣倒立 倒立蠻難的 我覺得其實蠻幫助我們就是 球員是一下的伸展 然後是放鬆的一些部分 我覺得可以用瑜伽這個方式 然後做不同的放鬆 對我覺得對球員還蠻好的 平常訓練比較少這種就是可能在身體上比較大角度的伸展 然後或是一些我們平常訓練上比較少用到的一些小肌群 我覺得對我們的運動 不管是在伸展部分 然後是一些小肌群的運用上應該都有蠻大的方便 我覺得空間就是給人家很 就是空間蠻大然後就是給人家蠻舒適的感覺 對然後位置也很方便 對我覺得整個就是蠻我蠻推薦的 對因為他不管是在運動的場地啊或是地點都是很優秀很棒這樣 因為其實自己也是第一次參加 然後也覺得就是真的蠻有趣的 一剛開始實在可能在之前會有點害怕說 欸可能站不上去之類的 但是自己體驗過發現真的不錯 我就除了可能在球場上運動之外也可以來體驗一下不一樣的運動 我覺得蠻好玩 因為其實這是我第二次玩空中瑜伽而已 然後可能又加上可能昨天剛好打了我們連續兩場比賽 那今天來這邊做空中瑜伽 大家剛好可以放鬆自己的身體跟心靈這樣子 對然後整個在空中瑜伽的那個動作上面 讓我們的身體整個都比較舒服舒暢這樣 對 訓練上我覺得一些肌力核心 對我覺得在做這個的時候核心蠻重要的 因為它是有點比較像全身性的 然後可能在球場上會幫助一些 可能在空間在空中的時候一些用力 所以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可以藉由這些空中瑜伽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軟度更加加強 然後也更加好這樣 其實我已經想好好推薦別人了 對因為我覺得真的是蠻不錯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接觸過 然後我覺得它為女性設計也是蠻棒的 然後可能瑜伽還有TRS 都覺得是你平常可能修憲之餘也可以來參加 我覺得是像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些女生在運動的時候 可能不喜歡被太多人關注 又或者是像男生關注說 這個女生做這個動作 或是說會比較有眼光看著 所以在這個地方其實就是只有給女生而已 你自己一個人可以就是喜歡做什麼 然後跟你旁邊也都是女生 你相處起來會比較輕鬆 然後可能在交談上也比較不快 然後可以更放態自己去做運動這樣 對 剛剛透過課程其實真的對於身體的伸展啊 或是放鬆真的有幫助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而且老師還蠻有趣 雖然大家一開始有點放不開 但後來就玩得蠻開心 就是在就是享受這個過程 對 我覺得是有 因為她剛剛有些動作其實是有 有伸展到我的側腹 但是因為有些動作還是會有點痛 然後又加上笑到肚子很痛 所以還是有幫助啊 對 會回去跟沒有來的頓友炫耀 你們今天沒有來玩到 對而且就是這邊整個很亮 然後教練的就是也很親切 讓就是如果跟不同人來上 的話也是可以幫忙融入這個課程 這邊的一些裝置藝術啊都是 我覺得都是很很繽紛 配色很繽紛 對 然後我覺得女生可以來這邊 如果很喜歡運動的話 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對我覺得這環境很棒